大家晚安 我是五姐 今天要再來開箱五位小動物的家 在上一集影片中有問大家最喜歡哪隻小動物的家 章魚跟瑪莉亞獲得一樣的票數 所以我畫了一張祝賀圖放在IG上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今天這一集也一樣會給大家在留言區投票 看完影片後再記得參加喔 今天第一站我們來到金閣的家 金閣的房子外觀跟他的名字一樣 有金光閃閃的感覺喔 房子裡面也是金光閃閃的水氣千條 家中使用了供電牆以及供電地板 屋內放了四具黃金棺材 棺材上也放了四個黃金蠟燭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點可怕 但其實金閣房子內的棺材是拿來當桌子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 每天進金閣的屋內蠟燭的擺放位置都會不太一樣 到底是誰移動這些蠟燭的呢 地上還鋪有兩張紅地毯 地毯的鏡頭放一個直立式鋼琴 角落這邊還有一個也是要用黃金才能做的水瓶做水瓶 裡面裝的水該不會是什麼聖水之類的吧 另一側的也是需要黃金才能製作的巨蟹座桌子 金閣架東西拿去賣一賣應該非常值錢喔 桌上放有留聲機播放KK讚美詩歌 真的是一首很適合 給躺在棺材裡的人聽的音樂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閣之後來到銀閣的家 金閣的家那麼近我以為銀閣的房子也會很銀的 這裡就是銀閣的家啦 銀閣的工作看來是點獄長之類的 家中使用了地牢牆以及地下室地板 門口這邊放了一張書房桌子以及書房椅子 應該是銀閣平時辦公的地方 桌上有一疊的文件堆 是不是這間監牢中的囚犯資料呢? 雙卡帶收音機中播放的是驚悚歌 牆上還放有鑰匙掛鉤 明顯是這些監獄牢房的鑰匙 這一側則放有清洗用水槽 工具推車 上面還有餐具 看來銀閣平常會在這邊自己吃一點簡單的食物 上下鋪是銀閣睡覺的地方 這麼說來金閣房子沒有床 會不會金閣下班後會來這邊和銀閣一起睡呢? 屋內還有兩座牢籠將房間從中區隔開來 牆上掛著兩個壁框式蠟燭 真適合這樣陰森的房子 所以角落放了一個木桶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打破了裡面會掉道具吧 可能打破了我覺得 不是沒有床 想要把牢籠集的,還是在這場 但是龍蠟燭還是更生的 我們還是要來自找擺放 做電影跟膜炼緊閣的開放 因為這間我會說 不可能還會有狂點 發輕鬆的不可能 如果要找回過 你,怎麼會? 還在那裡 如果想要找來 喜悔的貓 如果要去做電影 啊啊啊啊 接下來要拜訪的是妙妙的家 妙妙的房子看起來很一般 但整體顏色卻非常柔和 光是看就可以感覺到房子上的木板香香了 歡迎來到妙妙屋 使用了黃色可愛牆與白色油漆地板 一進門就看到有一個白色愛心地毯 妙妙跟之前介紹過的娃娃一樣 是個房子塞滿可愛系列家具 來強力跟大家表現說 我很可愛的小動物 這裡有可愛落地燈放在可愛沙發旁 非常適合坐在上面閱讀 雖然是這麼說 但妙妙似乎寧願坐在地上 妙妙真的很妙 妙妙睡覺的地方是可愛床鋪 旁邊放了可愛茶桌與可愛音樂播放器 播放著KK偶像 兔子島民盛產偶像 感覺都可以組團了 這裡還有可愛梳妙台與可愛飲 妙妙感覺一天會花四個小時坐在這裡 角落還放有可愛衣櫃 牆上也有可愛壁掛中 最後是可愛DIY桌 妙妙到底是想要多可愛呢 叫我女朋友 接著其中心 等於很電它 再入途中心 她合作的雙方 她在地上 她在旁邊 她義電池 她部分 她和平日 她到人了 去看 2. 耳光的家 3. 耳光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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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耳光的家 耳光是我島上的長期飯票 也是我頻道的代表角色之一 這裡面就是耳光的家啦 因為我有送了很多東西給他 現在畫面上的已經不是他家最原始的樣子 但是呢 我有在自己的房子裡做了一間複製耳光房間的房間 除了照片是我自己放上去的之外 這就是耳光家最原始的樣子啦 耳光房子裡使用的是藍色簡約布面牆 以及巧拼地墊地板 這邊有一個木製矮櫃 矮櫃上面放著一盆貓草 應該是耳光的零食吧 這裡則是有一張藍色的木製矮桌 我送了耳光一些畫圖用具以及立體繪本 耳光也會把它們擺在這邊 超適合的吧 這邊有木製小桌 上面放著可愛音樂播放器 播放著森林生活 是我個人也很喜歡的一首歌喔 瓦斯陸連烤箱與冰箱 這一個角落是耳光的小小廚房 但實在很難想像耳光會自己做料理 我以為他和我一樣只會負責吃而已呢 這邊還有一個小細節喔 瓦斯陸連烤箱上面有個換氣窗 可以排掉油煙喔 可愛DIY桌跟耳光一樣可愛喔 木製單純床是耳光睡覺的地方 雖然他站著也能睡啦 木製單本的方便 rolling 木製單管也是耳光 木製單本的木製 allowed 木製單的木製單 木製單本的木製 TYRT 木製 Mos風 瓦斯帽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最後的行程我們來到了大象露露的家 從外觀看就可以確信 露露家一定也會是個豪宅 哇露露家內部擺設也是從外觀看不出來的 棕色植物圖案牆 黃綠色摩洛哥磚地板 這顏色地板感覺出現在還院裡也不奇怪 進門後右側放了鑄鐵木廚房 但沒看到冰箱之類的其他廚具 露露應該是沒有在煮飯了 這一側有東方風矮貴 上面有手提唱片播放機 播放著都市KK 貨方用了一個東方風屏風格的起來 在這麼東方風主題滿滿的房間裡面 卻放了一個超豪華的按摩浴缸 牆上還有淋浴組和羽毛金架 看來露露非常重視洗澡這件事喔 另外這一側有東方風床鋪 大象就是該睡大一點的床才舒服嘛 旁邊還放了一個竹凳子 上面還有個藤邊桌燈當床邊的照明 想得很周到喔 船尾這裡還有個東方風矮座 上面放了擴香棒 露露真的是很重視乾淨和氣味喔 大象 羽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大家最喜欢哪只动物的家呢 请在留言栏告诉我哦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请帮我按个赞哦 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